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剑出 我们谈一下 你是要搬走了吗 对 我先搬到公司去 我知道突然让你搬走 也不太方便 我东西少 就先搬出去 我就知道 你看了那本漫画之后 我们的关系 就走到了尽头 对吗 我们的关系没有什么到不到头的 我们之间压根就不应该开始 跟小年的漫画没有关系 师弟 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过去那些事情 或许我会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跟你在一起生活 就是在你身上呢 但是在你心里就 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嘛 别扭 剑出 你跟我说别扭 自从你康复以来 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一直都是我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脾气性格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剑出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利用姐姐的感情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杰柱 我真的爱你 我们在一起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你 你忘了 我们在日记岛的订婚 还有你偷偷送我的工作室 还有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吗 我知道 我跟你之间的感情 比不是让你跟姐姐的 但是你跟我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难道真的一点点开心都没有吗 我们之前的确发出过很多事情 但这些事情 全部都建立在你对我的欺骗上 全部都建立在我们对小念的伤害上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对不起 杰柱 没关系 没关系 我 我不在意 我知道 你对我们这段记忆很模糊 但是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 师弟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 但如果你真想 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个结果的话 那 那今天就算是我正式 跟你提出分手 可是你现在回去找石角念 你们也回不到以前了呀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去弥补她 她已经有工欧了 我不管她喜欢谁 反正在我心里 永远只有她一个人 好可爱 还挺多的 你看 嗯 伯父伯母 你们尝尝 她呀 我忘了介绍啊 就是炒米饭做得还没想能吃 咱们就当是天津度的吧 什么呀 我别的菜做得也还可以 就是 真不行 真不行 你别的菜做得太难吃了 晓鸥 怎么这么说人家 一个炒饭能做好就不容易了 越简单做起来就为啥了 你早就太迷范了 真是 快吃 爸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怎么说你去问医生 你问我 你也不放心啊 说点事 小念啊 要习惯这种场面 千万别觉得别扭啊 他们父子俩就这样 一个德行一个脾气 幸亏你在 你要是不在啊 我呀 快被他们爷俩烦死了 怎么那么多话呀 干嘛呀 好不容易有个人陪我说说话 光对着你们爷俩 啥话都说不出来 别坏我呗 爸 你想说什么就说 千万别憋着啊 你不用从家里搬出去 家里你住的习惯也舒服 我今晚就回我爸妈家那儿住 过几天有时间去你那儿收拾东西 咱们之间的事先不要跟我爸妈说了 他们需要一个时间接受 我会慢慢跟他们说的 小心 晓妮啊 你跟晓鸥 是不是那个啊 不是不是不是 伯母 我们不是 其实 我跟他爸爸真的很开明的 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打算 就提早告诉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好做好准备啊 我们没有这个打算 没有 那 你这个 伯母 你误会了 我这是 这是最近吃多了点 肚子肥了一圈 所以就 晓妮啊 我知道 你跟晓鸥在一起 特别为难你 我特别理解你 她呀 就跟她爸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 增强普拉斯版的 是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对晓鸥的了解也越来越少 以前吧 是他们俩兄弟感情好 她有什么事情 都会跟她哥哥说 我们从晓鸥那里 就会了解到晓鸥的想法 和她的一些心事 但是现在晓鸥不在了 所以 伯母 没关系 我觉得公屋这脑子挺简单的 一根筋 她做什么事都别别拧扭的 比如说我吧 她要做错什么事啊 从来不道歉 但是呢 她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弥补回来 还有就是 如果她心里很悲伤 或者很紧张 很纠结 她都不会表现出来 就表现得什么都不在乎 很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默默地陪伴在她身边 所以我觉得 她还没有那么难懂 想念 你能讲出刚刚那番话 伯母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